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今天是6月24日 星期一 又到了時時亮亮 得和大家見面的時候了 首先我們先回顧上週的要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與美國總統特朗普18號通話 雙方表示將在20國集團領導人 大阪峰會期間舉行會晤 就事關中美關係發展的 根本性問題交換意見 這一通電話令全球股市 在18到19號大幅上升 內地股市早盤大幅走高 互指崇尚2900點上方 一度大漲將近2% 恆生指數立即上揚600多點 度在2%以上 美股三大指數也及時大幅上升 1%以上 英國保守黨黨魁選舉 日前進行五輪投票 大任門前外交大臣約翰遜 在多輪投票中支持率遙遙領先 他與現任外交大臣亨特 成為角逐首相之位的最後兩強 兩人在未來約一個月 將走訪各地拉票 最終由16萬名保守黨黨員投票 正式選出新黨魁 結果預計在7月22至26號出爐 有示威者21號包圍香港警察總部 長達16小時 直到22號凌晨3點才散去 警方對此嚴厲譴責 指示威嚴重影響警方工作 還列舉出示威者的六尊罪 包括人機彈 堵塞出入口 用激光射向警務人員的眼鏡等等 警方表示已經以最大容忍度 讓示威者在警察總部外集結 但示威者表達訴求的方式 已經發展到既不合法 又不合情理的程度 警方必定會嚴肅跟進規法行為 美國無人偵察機遭伊朗擊落 導致兩國緊張關係再度升溫 美國媒體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20號 已經批准美軍向伊朗三個目標 採取報復行動 當時美軍戰機已經升空 軍艦已經就位 但特朗普表示 得知行動會導致150名伊朗人死亡 所以在攻擊10分鐘前叫停行動 不過特朗普22號又揚言 已經制定時間表24號將進一步 施壓制裁伊朗 阻止對方獲得核武器 同時不排除對伊朗使用武力 用懸崖類馬來形容 川普的最後一刻 取消了美國用武力 攻擊伊朗的決定 可以說是十分恰當 因為如果不取消這個決定的話 那麼美國就會發動 對伊朗的軍事攻擊 當然我不知道攻擊的程度 我相信不是大規模的 應該是對伊朗的軍事目標的 有限度的打擊 但問題是 美國發動攻擊容易 但是要想按美國的要求 美國的節奏來控制這場戰爭的話 那可以說幾乎是做不到的 你不可能說攻擊了伊朗的目標 而不讓伊朗來做出反擊 而伊朗如果做出反擊的話 那麼我想會是非常慘烈的 整個中東恐怕都會陷入一場混戰 而這個混戰 美國可能並不想要這樣一場混戰 但是這已經由不得美國了 我們看這個川普總統這個人 他挺有意思的 雖然他經常口出狂言 他倒是很少發出這種戰爭的教囚 他真還談不上是一個戰爭販子 他最喜歡是讓美國掙更多的錢 或者減少美國在海外的軍事的花費 另外他也不喜歡看到有美國士兵在海外的死亡 他曾多次批評過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 發動伊拉克戰爭 他甚至對於美國在北約 這樣一個軍事同盟裡的花費 對於美軍在日本 在韓國的駐軍的花費 他都感到很不滿 所以如果要打一場伊朗戰爭的話 那麼究竟會給美國帶來什麼好處 或者說給川普本人會帶來什麼好處 我想這最要緊的問題 最關鍵的問題 對於川普來說 他現在悠悠萬事 只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自己明年必須要競選連任 而這個競選連任是需要以一場戰爭 或者不只一場戰爭 無論是這個與中國的貿易戰 還是用這個武力去攻擊伊朗 能不能讓他獲得更多的選票 這一點我相信川普肯定是精於計算的 那麼雖然有美國媒體報導說 說是美國的國安顧問博爾頓和以色列總理 內塔尼亞胡一起設了這個局 那麼就要讓川普只要簽署一個命令 因為伊朗正好也給美國提供了一個藉口 就是伊朗擊落了一架美國的無人偵察機 但是伊朗說這是在伊朗的領空範圍 而美國說是在這個國際空域 而且伊朗方面還說 其實伊朗方面已經注意到了 就是在這架無人偵察機的這個後面不遠處 其實還有一架有人的這個偵察機 但是伊朗不願意擴大事態 所以我想伊朗採取了很明智的這個說法 我們不知道伊朗的說法是不是真實的 就是不是在無人機的後面 確實有一個有人的這個大型的這個偵察機 但是伊朗沒有擊落那架大型的這個偵察機 因為擊落那架大型偵察機的話 那麼美國必然要報復 但是只是擊落了一架無人機 這樣的話伊朗就相對的顯得這個有理有據 而這個川普呢 我覺得也是在最後關頭他權恨再三 他肯定覺得如果要這個用武力 去攻擊伊朗的軍事目標的話 那麼引起的這一系列災難性的這個後果的話 肯定他無法控制 而且也肯定對於他明年這個競選連任 肯定是沒有多大好處的 或者說壞處一定多於好處 所以他在最後關頭 也可以說要在這個到大阪去出席這個 G20峰會之前呢 他取消了這樣的一個 可能給美國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決定 就這點看的話 我說這個懸崖勒馬 能夠懸崖勒馬的話 也不失為一個大國領袖的 應有的一個 也可說是一種風度吧 量談縱橫 本月的主題是龍是神話 還是曾經真實的存在 本週的主題是龍與中華文化的關係 龍和中華文化的關係 實在是太密切了 比方說我們都有這樣的一種說法 龍的傳人 那麼也就是說龍的傳人 是作為中華民族的一種 可以說是一種統一的一種稱呼 我們都把自己作為龍的傳人 那為什麼是龍的傳人 可是龍如果是一種虛幻的動物 是一種神話的話 當然這也不是不可以 我們知道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民族 都有一些把自己說成是神話裡面的 某一種動物或者某一種人物的後裔 這樣的一個說法都是有的 這個本身在邏輯上也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我覺得 從我們自己的常識來判斷的話 我在第一集當中我們都講過了 十二生肖當中只有龍 是我們現在沒有人見過的 或者人們普遍都不認為 它是一種真實的一個動物 但是為什麼這樣一種不是真實的動物 它卻能夠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徵 所以我們都是龍的傳人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有趣 也是非常值得探究的 那麼其實我們也知道龍這個詞 這個字在中文裡面 我們看這個古代的 我們看漢字的演化 看甲骨文裡面龍的字 它確實是跟古代古書當中的 或者演化當中的龍的形象是非常像的 我們知道漢字它是象形文字 所以龍這個字的產生 本身它就說明了 這個仙人造字的時候 是把龍作為 是真實的有過龍 那麼然後再把這個龍字把它創造出來 當然後來對於龍的這種崇拜 我相信這個是在人類在這個早年 或者說人類的這個幼年期吧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 人類的這個幼年期或者在這個華夏民族的這個早期 因為早期它有鮮明它有各種崇拜 那麼在那個時候就形成了一種對龍的崇拜 但是就不是對任何其他動物的這個崇拜 龍在英文當中被稱為這個Dragon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Dragon在西方文化當中的龍 跟中華文化當中的龍是截然對立的 這本身又是我們說這個 當前我們說很熱門的一個話題 就是這種各種文明不同的這個文明 在西方文明在西方的這個傳說當中 龍它是一種凶暴邪惡的這個動物 但是它也神通廣大 它也是能夠呼風喚雨能飛的 這點倒是跟這個中國的這個龍有相同之路 但是在中國人的心目中 或者是中國古代這個文獻的記載中 或者甚至在神話當中的龍 卻不是一個邪惡的動物 龍它能夠呼風喚雨 它能夠給大漢的天下 至少是大漢的一個地區 它能夠帶來風調雨順的這個天氣 而這一點就非常有趣 那麼所以我們說這個關於龍的這個 至少我們看這個《易經》裡面 有關這個龍的這個記載 有很多現在我們都是成語了 像這個飛龍在天啊 康龍有悔啊等等 這一類一個詞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出來 一方面是人們 古代的我們說先人對於龍 它這個給它賦予了很多 不僅是神話 它而且賦予了一種哲學的 一種甚至一種文化的 這個色彩 那麼龍這個在古代看來 很可能曾經是有過 這樣一種生物了 那麼到現在它是成為一種符號 而這個符號呢 是一種文化的這個符號 這點也很重要 實際上不僅是在這個華夏民族 在華夏民族 我們是在這個中國的這個周邊地區 這個就同樣曾經使用過 或者現在還在使用過的 這些民族和國度裡面呢 也都有關龍的記載 那麼也都有龍的這個生肖 所以可見呢 由於中華文明在亞洲呢 它是一個歷史悠久 也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文化 而龍在這個文化裡面 究竟扮演了一種什麼角色 是值得我們去深思 值得我們去探討的 我們這本書就是龍 一種未明的動物 確實在這方面 我覺得可以作為一本入門書 可以跟我們的觀眾們來分享 今天第二部分 我們要總結的是 習近平主席對朝鮮的國式訪問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習近平 20至21號正式訪問朝鮮 這是習近平首次 以中國最高領導人身份訪朝 受到朝方高規格禮遇 在機場的歡迎儀式上 朝方準備了21箱禮炮 習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 檢閱朝鮮人民軍三軍儀仗隊 機場懸掛金正恩與習近平 兩人的領袖像 近萬人持著花束大喊歡迎口號 歡迎儀式結束後 在21輛禮兵摩托車的護衛下 習近平乘車前往錦繡山營賓館 沿途數十萬群眾家道歡迎 習近平在金正恩夫婦陪同下 接受朝鮮國務委員會 第一副委員長崔龍海等黨政領導幹部 以及平壤市民代表致敬 隨後習近平下榻錦繡山營賓館 並與金正恩舉行會談 雙方一致同意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中朝雙方願不忘初心携手前進 雙方一致同意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共同開創兩黨兩國關係的美好未來 金正恩還在目覽館 為習近平舉行歡迎宴會 金正恩表示 習近平此訪先開了中朝友誼 新的燦爛一夜 晚宴後 兩位領導人和他們的夫人 一同前往觀看大型團體操和藝術演出 有觀點認為 此次訪問正值中朝兩國與美國的爭端 陷入僵局之際 雙方可能都在尋求對方幫助 以獲得對付特朗普的籌碼 習近平這次的朝鮮之行 他是正式的 是國事訪問 時間雖然短 就是兩天一夜 但是內容相當地豐富 國際的媒體也都廣泛地關注 因為我們知道朝鮮多年來 經受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制裁 而且跟美國 日本等 主要的西方大國包括跟韓國 現在都沒有正常的外交關係 所以在某種層面來看的話 朝鮮在國際社會的話 是相對地顯得孤立的 基本上每年可能只有 屈指可數的一兩個國家的 幾個國家的這個元首 或者是政府時候會訪問朝鮮 而這個大國領袖就非常罕見了 那麼從中國方面來說 由於朝鮮不顧中國的反對 開發核武器 而且在前幾年朝鮮 當然不是朝鮮 單方面的責任 但是由於朝鮮的核試驗 導致了朝鮮半島局勢的緊張 那麼這也使得中朝的關係 一度顯得比較低落 但是正常的交往還是有的 甚至高級官員的互訪也是有的 但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就是作為中共總書記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這樣一種就是領導人訪問朝鮮 那麼這已經可以說 是多年來的第一次了 所以對於朝鮮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雖然朝鮮和聯合國安理會的 兩個常任理事國 就是中國和俄羅斯都有良好的關係 但是中俄兩國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 這個也可能未來會訪問朝鮮 這個金正恩也可能會在今年訪問俄羅斯 但是畢竟近年來都沒有俄羅斯的領袖 訪問朝鮮 所以對於朝鮮來說 有這樣的兩大鄰國 那麼特別是來自中國的最高領袖 對朝鮮的訪問 這個意義可以說是非常重要 所以朝鮮方面也是對於習近平的到訪 就以了最隆重的 最盛大的歡迎 這個也讓國際媒體可以說掛目相看 因為在國際上已經很少有國家 幾乎說只有朝鮮一個國家 會對於來訪的外國元首 但是他並不是對所有來訪的外國元首 都給予這樣盛大和隆重的歡迎 目前來看的話 只對中國的領袖有這樣的歡迎 那麼這樣的一種歡迎 包括各種各樣的歡迎儀式 包括數十萬名的平壤的市民列隊 從機場一直到國賓館的 沿途的熱烈的歡迎 也包括習近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和朝鮮勞動黨的高層 就是政治局的全體委員的 這樣一種會見等等 一方面是前所未合 一方面通常也不會給予其他的國家 所以看得出來朝鮮方面 對於習近平的這樣一種隆重的 盛大的歡迎 這樣一種儀式感的後面 他反映出的 就是中國和朝鮮的實質的關係 正在改善 那麼而且習近平在跟 根據官方的媒體 習近平在跟金正恩的 數次的正式會談當中 再次表示中國支持朝鮮 發展經濟 而且締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實際上習近平也是向朝鮮的領導人 做出了一種安全方面的保證 盡管朝鮮的安全保證 它不是只有中國一方面 單方面可以承擔 但是中國的安全的承諾非常重要 其實我們都知道 自從抗美援朝戰爭之後 朝鮮戰爭一直沒有簽署 一個正式的和平的協議 那麼朝鮮一直對於自身的安全 非常的顧慮 那麼這也是他們開發核武器 以及開發洲際彈道導彈的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但是同時 其實我們平常時就可以知道 那麼既然在我們說在1950年 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一個情況下 在百廢待新的情況下 新中國就能夠毅然出兵去支援朝鮮 抵抗美國和韓國軍隊 還有聯合國軍的入侵的話 那麼到了70年後的今天 中國的國力空前強大 中國怎麼可能做事 做事朝鮮再次遭受侵略 我們說假如美國也是以朝鮮擁有核武器 為理由要發動對朝鮮的 這種所謂外科手術兵的打擊 而且駐韓的美軍和韓國軍方 多年來都有這樣的一個計劃 實戰的計劃 而一旦實施這樣的一個實戰計劃的話 那麼我相信其實對於美國來說 它非常顧忌的就是 除了朝鮮本身所做出的反擊之外 還有包括中國以及俄羅斯 可能做出的反應 我相信這次習近平主席 對朝鮮的訪問可以使朝鮮 無論是在安全方面 還是在經濟發展方面 那麼我相信他們可以有理由相信 中國一定會提供必要的幫助 那麼另一方面 從這次韓國媒體 日本媒體 對於習近平訪朝的反應來看的話 他們就是韓國和日本的媒體輿論 都是高度重視 就是通過習近平這次訪問 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在朝鮮半島這個事務 朝鮮半島和平進程當中 所發揮的這種關鍵的作用 雖然可能中國不能說是唯一的關鍵作用 但是中國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作用 因為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的話 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 就不可能持續 特別是由於2月底 金正恩和川普在河內的會議是不歡而散 當然也值得一提的是 昨天朝鮮官方媒體宣布 金正恩收到了來自川普的一封親筆信 那麼這封信的內容 具體內容他沒有說 但是朝鮮官方說這個信的內容非常好 而且還為此配發了一個照片 那麼我覺得這裡面很有意思 就習近平訪問朝鮮之後 那麼川普又致信金正恩 那麼看得出來 中國為了朝鮮半島和平所做出的一個努力 包括推動促進朝美之間的峰會 那麼特別是習近平又即將在大阪 和川普見面 那麼相信朝鮮半島的問題 很可能也是在他們兩人會談議程之上 那麼從這點來看的話 在習特會之前 習近平訪問平壤 那麼使得朝鮮半島 那麼一度由於所謂的 這個金特會的破局 一度又顯得有些 至少是讓人們覺得有些擔心 但是現在看來 這個局勢還是在向好的方向 在發展 而在這裡面 我們看到習近平對平壤的訪問 就是發揮了一個關鍵性的作用 接下來我們看在G20的會談上面 這個習近平和川普的會談 在涉及朝鮮半島的問題上 有沒有什麼進展 以及之後 金正恩和川普有沒有可能 舉行第三次會議 今天第三部分我們主題是 荷蘭指控俄羅斯的強力部門 要對馬航被炸毀事件負責 馬航MH-17客機 2014年7月17號在烏克蘭東部遭擊落 機上298人全部罹難 由荷蘭領導的國際聯合調查小組 19號公佈四名嫌犯 並以涉嫌謀殺罪對他們提起訴訟 這四名嫌犯分別是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前上校吉爾金 俄羅斯情報總局格魯烏前職員 普拉托夫以及一名 與烏東地區親俄勢力 盾內刺客人民共和國的 戰鬥部隊有關的烏克蘭人 卡爾·勤科 荷蘭檢察官韋斯特貝克 指控這四名嫌犯 將山毛舉導彈 運進烏克蘭東部 用來擊落飛機 俄羅斯否認指控 拒絕配合調查 並批評調查建立在烏克蘭 提供的資料上存在偏見 馬蘭西亞總理馬哈蒂爾 也對調查結果表示不滿 他稱調查本身成了 如何指控俄羅斯的政治問題 烏克蘭總理澤倫斯基 則對調查結果表示支持 並期望將真凶審置以法 目前針對四名嫌犯的 國際逮捕令已經發出 由於俄羅斯與烏克蘭 都禁止引渡國民 調查團預計將在2020年3月9號 在荷蘭進行缺席審判 馬航我們說前幾年 真是倒霉透了 一方面是我們知道 馬航的一家客機 在失蹤了 至今原因不明 那麼這件事情已經成了一個無頭公案 但是現在馬航這架班機 就是從荷蘭開往吉隆坡的航班 確實在烏克蘭的上空被擊落了 那麼這件事情現在看來 它比那架失蹤的客機 應該看起來要揭開謎底的 這個證據要多一些 但是仍然沒有完全的真相大白 但是這次荷蘭方面 因為它們所設立的一個 國際刑事調查小組 已經做出了一個正式的指控 那麼這讓我們多少 我想我們多少可以看到這個事件 儘管還遠遠不是一個事件的 一個真相的全貌 我們知道荷蘭這次提出的指控當中的 這個四個人 一個是俄羅斯的聯邦安全局 就是過去的柯格勃的 一名前任的軍官 但這種前任軍官 很可能現在也肯定是 在為俄羅斯的聯邦安全局做事情的 那第二人是格魯烏 就是俄羅斯的軍隊情報總局的 這個一名軍官 現在好像也不是現任的 我們知道這個格魯烏 就是去年英國這個毒氣事件 也是被英國方面指控為 是製造這個毒氣事件 要對此負責的 就是格魯烏 那麼第三個人又是俄羅斯的 格魯烏下面的特種部隊的 一名前任的軍官 第四個人是一個烏克蘭人 他是跟這個敦尼茨克 這個就是烏克蘭東部的 這些分離主義武裝是有關的 從這個人的名字來看 姓來看的話 他應該是烏克蘭族的 但是烏克蘭族 與俄羅斯方面這個聯繫非常密切 很多烏克蘭族的人 為俄羅斯情報部門 甚至為俄羅斯這個軍隊服務 也很正常 也不奇怪 那麼問題是 這個最有趣的就是 俄羅斯 荷蘭所指控的 這四名俄羅斯人 包括這個一名烏克蘭人 他們是直接把這個三毛巨導彈 從俄羅斯運往了這個烏克蘭東部 那麼而且這個調查手組 所做的這個報告 用了這樣一句非常耐人尋味的說話 儘管他們沒有親手按下 這個導彈發射的這個按鈕 但是他們所運輸的這個導彈 直接導致了馬航航班被擊落 那麼所以我看到這裡的話 我也絕對覺得很有意思啊 儘管荷蘭方面也沒有辦法證實 或者它沒有辦法詳細說明 這四個人是如何 以什麼方式 什麼時候把這個三毛巨導彈 這個運到了烏克蘭東部的 就是頓尼茨克 那麼然後呢 又是這一顆導彈 擊落了馬航的這個班機 但是我想他們這樣講的話 它恐怕還是有一定的這個證據 它也不能無緣無故的 就找出四個人來 說這四個人把這個三毛巨導彈 運到了烏克蘭 而我們知道這個三毛巨導彈呢 俄羅斯方面有 烏克蘭方面也有 而俄羅斯方面一直說是 烏克蘭擊落了這一架馬航班機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沒有什麼說服力 烏克蘭為什麼要去擊落 這樣一架國際民航的這個班機 對它有什麼好處呢 可是另一方面呢 你說烏克蘭東部的這個民兵武裝 然後他們又為什麼要去擊落 一架馬航的班機 這個對它們有什麼好處呢 我覺得比較大的可能性是 這個三毛巨導彈 恐怕確實是俄羅斯提供的 而不是烏克蘭提供的 因為烏克蘭不可能 像這個跟自己對立的 這些分離主義民兵武裝 這個提供導彈 而這個烏克蘭東部的 這些分離主義都是俄羅斯人了 他們需要 他們的武裝 需要這個導彈的話 恐怕是要去攻擊烏克蘭這個目標 包括攻擊烏克蘭的軍用目標 比方說烏克蘭空軍的飛機 我當然這是一種猜測 這是一種推測 但是呢 可能是出於 由於犯了錯誤 他們把一架這個馬航班機 當成了一個軍事目標 結果就發射了導彈 那麼不管是誰下的這個命令 是這個敦捷茨克共和國的 這些武裝的裡面的 這個高級巡迹下了命令 甚至還是摩斯科 或者是俄羅斯方面的某個人 寫下了命令 那麼這個人至今 我們不知道是誰真正要負責的 那麼荷蘭方面提出的這個四個人呢 我想他們也是展開了一系列的調查 現在我們能夠確定的 包括荷蘭方面指控的 就是這四個人 把導彈運運到了烏克蘭的東部 所以 而且就是這一顆導彈 這個擊落了馬航的這個班機 但是我們看到啊 作為這個受害國 這個馬哈蒂爾總理 卻不認同這份這個調查報告 他因為這份調查報告 實際上是被作為一個 反俄的一個宣傳工具 子雷斯基就是那位 當選總統這個席劇演員 他這個 他當然會把這個事件 歸咎於這個俄羅斯 而且這個荷蘭方面非常聰明地 選擇在普京總統舉行年度 這個記者會 不是記者會了 年度的與這個全俄羅斯民眾 這個通過各種方式 主要是通過網絡的方式來互動 回答民眾問題 選擇了這一天 公佈了這樣的一份這個指控 那麼這樣的話 而普京的回答也很簡單 這個就是完全否認 而且說 而且他抱怨說 荷蘭方面你在調查 這個馬航飛機被擊落這個事件 你指控是我們做的 但是你為什麼就不讓我們 一起參與調查 或者完全不找我們來 這個做一個 我們說至少來做一個核實 是吧 或許我們說 或許俄羅斯方面認為 你說這四個人 現在是在我們這裡 你說這四個人要對 這個馬航飛機被擊落負責 那你可以到俄羅斯來 我們願意提供適當這個場合 讓你們直接來交談 或者讓你們訓問 但是荷蘭方面也完全沒有提出 這樣的一個要求 這也是讓人覺得這個奇怪 那因為如果荷蘭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而俄羅斯拒絕合作 那麼荷蘭就真正有詞了 他說你看 我已經提出了四個嫌疑人 我要求到俄羅斯 我不可能去逮捕他們 我現在也不可能對他們 展開實際的審訊 只能是缺席審訊 但是我現在如果到莫斯科 或者到俄羅斯某個地方 去見這四個人 如果俄羅斯方面答應的話 那麼對我的調查就很有好處 而且如果俄羅斯拒絕了荷蘭的這個要求 那麼荷蘭當然就可以趁勢 就這個指控俄羅斯 說你看我們提出這個嫌疑人 你也不讓我們見面 但是荷蘭根本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 這也讓人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這本來是一件 對荷蘭有利的這個事情 所以從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我說這次馬航的這個搬機 航班被擊落這個事件 跟馬航在這個南海上空的 在印度洋上空失蹤這個事件 性質是不一樣 而且這次被導彈擊落這個事件 它相關的資料比較多 至少人們知道 它在什麼地方墜毀的 至少飛機上的那些遇難者 近300個遇難者 他們絕大部分的遺憾都被找到了 這樣的話使這些遇難者的家屬 我想是一個稍微會好過一些 但是這個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 卻還是無法有一個 令人信服的一個答案 我不知道未來能不能有 這樣的一個答案 不過呢 荷蘭當局提出的 這樣的一個指控 我覺得多少給了我們一種說法 即使這個說法 有種種不合理的一個支數 但是它還是一種說法 今天我們曼華的主人公 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他因為不久前 伊斯坦布爾市長的選舉 他們執政黨的候選人失敗了 他認為選舉有舞弊之嫌 要求重選 那麼結果也舉行了重選 而重選的結果呢 跟原來是一樣的 就是大部分的伊斯坦布爾的市民 仍然是支持了反對派的候選人 結果呢 這個埃爾多安等於是被打臉了 所以漫畫的時候 表現出差不多形象呢 是屬於相當尷尬 相當不爽的 謝謝各位收看《時事亮亮點》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 咖啡 咖啡 剛才看 咗啡 咗啡 咗啡